做出來的菜 讓客人可以一吃再吃 這個就成為我們的經典菜 這個就是美味 以前廚師都在後面 都看不到客人 然後這幾年下來 就是變成很多餐廳就改成開放式廚房 所以客人可以看到師傅在工作 那相對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客人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客人在拍你的菜的時候 你已經首先有做到第一步成功 就是你的菜做出來大家想要拍 你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服務生把菜收回來的時候 他們是吃光的 那這就證明了你的手藝 你的廚藝是征服了這些客人 從之前學做的菜跟傳承下去的學生 或者是廚師們 我希望他們知道說 這一道菜原來的一些典故 或是原來的一些味道 我希望說我們的味道跟中心思想 不要偏離太大這樣子 客人吃到我們的東西 有溫度是很重要 如果我做出去的是冷菜 包括盤子 包括菜應該就是冷的 那如果我的菜是熱的 端出去的時候一定要有冒煙 有時候會急於讓服務生拿出去 趕快走菜 原因就是說 我不希望讓我的客人吃到我的菜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差了一點感覺 我覺得經典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吃完還會再想吃的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美味 想模仿美味值得玩味